6月,标志着夏季的来临,阳光、度假、美食是这个季节的标配。 巴黎,一个兼容性极强的城市,各国美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 卤菜是中华美食八大菜系之首,及其烤酒厨师的烹饪功力。 在巴黎,想要吃到传统卤菜的味道,一定要去老山东。 哈喽,大家好,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巴黎著名的华人区十三区。 这里有一家著名的老牌山东菜馆,老山东。 今天我就要去跟这里的大师傅学一下怎么制作蒜泥茄子。 走吧。 谢谢老板,您好,您好。 您做这个比菜的时间已经快有50年了,是吧? 我72年开始学做这些菜,我今年65了。 卤菜,它的基本的口味做起来就是咸,鲜,而且这个菜就是老少皆宜,吃米饭也行,吃馒头也可以,但是它也能体现出这种茄子的香味。 它是纯粹里有蒜香的味道,那个味儿很轻快。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蒜香茄子,这个菜是地道的三种口味,这个用料很简单啊,生抽,一点点糖,一点点老抽,香菜和蒜蓉,这个菜我不放盐。 所以老抽调色,生抽入味儿,这个茄子皮不要打掉,茄子皮是很甜很鲜。 这样摆一下它这个结束的面儿要大一些,把油要烧到八重热的时候再下茄子。 这一次性就把它炸熟了,三十分钟吧,这就差不多了。 好,把它捞一下油,再把它过一下水,把多余的油给它倒出来,抖掉它。 好,用大料熬制了这个油,生抽,这些生抽和油啊,你看,就出了一个酱香味儿的。 好,来一点点糖,老抽,来点高汤,轻轻地烧一下,味道基本上烧进去了,勾芡,勾芡要勾到二流芡,不要太大的芡,现在开始放蒜,蒜这样放以后把香菜放进去,它那个蒜香味儿就充分地发回出来。 这道菜就完成了,开出锅了,这个菜最适用什么?吃米饭,油耳不腻。 这就是我完成的蒜香茄子,希望大家将来以后都会做这个菜。 这道菜就完成了,开出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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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 这道菜就完成了,开出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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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